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道清蒸肉圆 这个菜其实是去年 也就是17年2月10号 我做的第一个视频就是它 那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也不太会讲 也不太会拍 简洁上传 都是哥哥遥控教会弟弟的 弟弟就是我的小儿子 现在还在读中学 哥哥就是我的大儿子 那个时候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工作 所以没有得力的帮手 一路我们都在琢磨着 那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一点一滴的进步 那些刚起步的视频 自己现在都不太敢看 很想把它删掉 但是这道菜是真正的好吃 而且也方便 所以今天我再做一遍 那个视频就可以下架了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食材是 猪肉米300克 白鱼浆100克 你可以放80克90克都可以 但不要高于100克 否则会喧宾独煮 再有就是油葱酥 肉酱先放些水 涨一涨 放大约100克左右的水 打倒它出肉酱 有这种黏黏的声音 放半个tispoon的盐 用两个tablespoon的油葱酥 大约在10克到12克之间 那趁它干干的脆脆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碾碎 再把鱼浆也倒入 那鱼浆好 一般都调好味了 白鱼浆最好 其次呢 龙鱼浆也不错 淋鱼浆呢 就有些腥 而且颜色也不怎么的 黑黑的 做出来不太好看 打倒鱼浆和肉浆都融为一体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肉丸子了 接下来蒸汽备好 再一把勺子一点清水 这些量大约可以做八个 这样来回打 给它空气打掉 打结实了 沾水是不让它粘手 那放的时候呢 最好先围一圈 那最后一个呢 没有那么准竹 可能会大一点 会小一点 所以放在中间就不难看 这样如果你觉得单调的话 可以抛一些黑木耳一起蒸 黑木耳不强味 而且有营养 上锅蒸十八到二十分钟 这样中火就可以 蒸好后看上去素素的 那如果过年过节 你想洗气一点的话 上面可以放一粒枸杞 或者是胡萝卜丁 但是要晚一些放 因为它们会掉色 特别是枸杞 还要串胃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